这是一道客家人在重大节日或聚会时都要吃的大菜 一道菜就能撑起一桌焰 它究竟有多豪横呢 黄高飞是土生土长的和元氏和平县人 有着二十多年的从厨经验 他要在最近的皇室家族聚会上制作这道大菜 客家人的这道豪横大菜 由十多种菜品共同组合而成 其中最主要的原料就是圆蹄 圆蹄又称肘子 在全国各地有着多种做法 四川八中的八台精肘鲜香细嫩 陕西渭南的大坝肘子软烂甜糯 在广东和元客家人做肘子又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呢 黄师傅说 这道菜要选择猪前肘进行制作 后腿不行吗 后腿不行 因为前腿的肉质比较瘦肉香鲜 比较好一点 你看这圆蹄的肉就比较瘦一点点 对对对对 脂肪没有那么多 对 后腿哎呀这全是肥肉白花花的 不过为什么当地会叫它圆蹄呢 这个圆蹄不是团团圆圆的吗 豬的后肘肥肉多于前肘 皮更老韧 猪前肘则瘦肉多 胶质重 骨头小 口感也更软嫩 是这道菜肴的最佳食材选择 那我们就直接买走了 不不不 还要叫老板帮咱们剃一下骨头 这边一般吃肘子都会去骨头 吃起来方便 那这就是菜市场的好处了 可以把您的这个食材精细处理一下 有了这么鲜嫩的圆蹄 作为主要食材 黄大哥说还需要另外一些配料 给圆蹄带来另一种鲜味 这又要用到什么呢 你看这一串红彤彤的香肠 就知道来到广东了 广式腊肠 红彤彤的广式腊肠 并不是黄大哥的目标 店里的众多海鲜干货 让海鲜之味得以长久铸存 正是黄大哥用来给圆蹄提鲜的宝贝 整只的小墨鱼 还有瑶柱 瑶柱 虾米 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叫蚝子 蚝齿 蚝钢 生蚝钢是吗 在过去 海鲜对身处山区的 和园客家人来说 弥足珍贵 海鲜干货 也经常是在做大菜时才会食用 这一道菜里就加入了 墨鱼干 瑶柱 虾米 和蚝齿 四种海鲜干货 再加上花菇干柱镇 它们将为圆蹄 赋予怎样的味道呢 水中加葱 姜和少许盐 圆蹄 冷水下锅 这一步焯水去腥 将圆蹄中的血水煮出 约二十分钟后 圆蹄表皮收缩 变得圆润饱满 将生抽 客家娘酒 均匀地涂抹在圆体表面 为其上晒 接下来就是制作圆体 最关键的环节 油炸 究竟怎样的油温 才是炸圆体的黄金温度呢 油温到多少的时候 我们下这个 八成热 你看我现在热得 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 先小火炸 炸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地生油温 油炸起到定型的作用 增香的同时锁住肉汁 先小火进炸 炸透表皮后 升高油温再继续炸 涂抹了生抽 和客家娘酒的圆体 在高油温的作用下 产生美拉德反应 圆体颜色逐渐变深 我看咱们这炸糊了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加了客家黄酒 它上色的 对对对 澡红色的嘛 但是这比咱们平常见的 澡红色稍微深一点 对 经过油炸的圆体 呈深藻红色 捞出后 迅速放到凉水中浸泡 一热一冷的温度变化 更有助于圆体表面 形成虎皮 大约浸泡半小时 虎皮逐渐显现 我还真起虎皮了 虎皮已经起了 虎皮到底是一种 什么状态呢 它就这种小泡泡 鼓起的小泡 最后就形成这种 凹吐不平 泡过水的肘子打十字花刀 不仅更易入味 还藏着一个门的 葱姜爆香的海鲜干货 可以更好地嵌入圆体中 塞满海鲜干货的圆体 再淋上一勺料汁 还要经历一个步骤 上锅蒸制一个半小时 蒸制过程中 海鲜的鲜香 与浓浓的肉香 彼此交融 一二三起 起来 黄大哥说 圆体 只是这道大菜的 一个组成部分 接下来还有许多菜要准备 黄大哥 咱们现在要拿这猪肉做什么 人家肉丸 人家肉丸 它有名字 对对对 人家这是什么意思呢 自家 人家是自家的肉丸 不是人家家的 就我家了 自家做的肉丸 对对对 猪颈肉 剁成肉丁 简单调味后 再加入香菇丁 兼具菌菇的香气 这种当地家家户户 都会制作的丸子 由于十分家常 因此被称为人家肉丸 可是这肉丸 和圆体又有什么关联 黄大哥说 等会儿揭晓 慢点 慢点 这个不能慢 就得速度起来 一鼓作气 令人意外的是 人家肉丸 不是捏出来的 而是摔出来的 我先摔一个给你看一下 手掌心 鼓励点高端茶油 这样 在手掌上面摔呀 摔着起一个什么作用 它比较紧实 它会上劲嘛 对这丸子变得滑溜了 对对对 通过在掌心反复摔打 肉丸表面 逐渐变得圆润光滑 逐渐变得滑溜起来了 你看 这砸出来的丸子是好看 就有点费胳膜 对呀 费瘦 上锅蒸熟 蒸汽与茶油 充分渗入肉丸的缝隙中 香糯而水分充足 除了蒸好的圆体和人家肉丸 黄大哥又另外准备了十多种菜品 将粗海盐加桂皮 香叶等香料 炒香至微黄 用来腌制整鸡 成为传统菜肴客家咸鸡 客家炸鱼 是把草鱼改刀切成瓦块状 腌制后炸至金黄色 蒸熟的紫鸭 涂抹生抽和客家娘酒 慢火进炸十五分钟 做成了客家炸紫鸭 除此之外还有腐竹 红薯粉 油豆腐等全部加工成熟 那么这些菜品和原题 又将如何搭配相互成就呢 现在就是我们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了 把菜装盆 丰富的材料 一层叠一层的累进大盆中 下层放容易吸收汤汁的萝卜 腐竹和红薯粉等 上层最压轴的中心位置 则非原题莫属 周围围上人家肉丸 炸紫鸭 咸鸡等荤料 令人不解的是 既然每种食材各自成菜 为何还要将它们装在一盆呢 原来人们过节 过年 每个客人带一样菜过来 是自带菜来的呀 来的时候冷掉了 要加热了 就慢慢慢慢演化成这样的 一盆加热比较方便 对对对 所有食材全部擂好 最后淋上蒸原题时 调制的酱汁调味 一盆丰盛的客家原题大盆菜 带着相逢团圆的喜悦 寄托着盆满钵满的祝福 尝快这个吧 好香啊 它的肉味里边会有海鲜的味道 就咱们家的那些海鲜的颗粒的味道 融进去了 每桌只吃一盆菜 看似粗犷 却趣味无穷 客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 一盆盆飘香的大盆菜 凝聚着亲情 延续了传统